迎接嘉年来看的是一电影《百日告别》 入围金马女珠交奖的林嘉欣出席代言活动 说她什么都不怕 也没有强影后的压力 倒是她最怕的是走红毯的时候摔跤了 还有怕衣服出错 入围今年金马影后的林嘉欣 先预袭走红毯 一袭黑色礼服 身上珠宝价值超过五千万元 如此贵重的配件 让她担心恶梦再度降临 我压力比较大 真的是红毯 红地毯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 最容易被讨论的吧 然后你就觉得 希望不要跌倒 衣服不要出彩 不要什么 就是不要起这件事情 就希望那天阿弥陀佛很顺利就过了 对 我觉得红毯都是女明星的噩梦 走红毯压力大 反而和影后张爱佳 舒淇等女演员一起竞争 金马影后就没压力 一百日告别 辱获贫水目光的林嘉欣 虽然是两个孩子的妈 婚后作品不多 但她并没有松懈演技 我觉得她自杀那场戏 我是比较喜欢的 平常或许很多演法 可能你很理所当然 会用一个非常悲伤的 或者非常痛苦的一个方法 来结束生命 可是我觉得对新明来讲 那天她是有一些甚至期待的 我觉得她眼神是 有一丝丝丝的希望吧 我觉得 早已经拿过金马影后的林嘉欣 这一次入围平常心 经过五年习影生小孩 再度扛起女主角重担 就入围金马奖 已经是最大肯定 有点TV有声会加妮 台北报道